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枪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分手三个月,我的病又复发了,很久不做的那个梦又来折磨我。 梦里阴郁俊美的男人吻着我做最亲密的事,却拿枪抵在我的腰间。 他痛苦地说着爱我,然后红着眼扣动扳机,枪声响起,枪里并没有子弹。 而我的匕首却毫不犹豫地划开了他的脖梗。 梦里,男人死掉了,死之前脸上挂着得逞的笑,笑着让我带他回家。 心口漫过巨大的悲伤,我窒息般惊醒。 说来荒谬,这个梦折磨了我三年之久,梦里那撕心裂肺般地痛在梦醒后仍折磨着我,让我久久陷入失去爱人的痛苦中。 为此,我去看过心理医生,我说我爱上了自己梦中的人。 那个人叫顾也。 催眠术和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之后,医生建议我谈场恋爱,看看能不能移情别恋。 如果不能,以此阶段也是好的。 江东就是那时出现的。 他和我梦里的人长得一模一样。 我也曾以为,他就是梦中的顾也。 一样的眉眼,一样的声音,连嘴角勾起的弧度都同样地漫不经心。 酒吧里,他醉眼朦胧地已在角落里,拉住我的衣角,问我能不能带他回家。 那一眼,恍如隔世。 我以为我的顾也,终于从梦中走出来了。 我将他带回了家,在沙发上守了他整整一夜。 可他睁开眼对上我哀伤的目光时,却乐不可知。 他笑得肩膀耸动,这是什么都没发生,有些失望了。 说着他瞄了眼我的领口,下次领口拉低,我可能不会那么快睡着。 纵使他无礼,宿命感仍让我放下尊严,和他走到了一起。 起初我爱他,爱到无法自拔。 我会在夕阳血红的傍晚,患得患失地问他是不是不会离开我。 会在某个惊醒的午夜,抬手抚摸他的脖梗,确认没有伤口才能安然入睡。 我将梦里对顾也的亏欠统统回报在他身上,对他无限纵容。 毫无怨言地为他惹下的祸收拾烂摊子。 在他住院时,依不解代地照顾,生怕一个眨眼人就像梦里一样消失。 他也会时常望着我出神,喃喃地说为什么没早一些遇到我。 那时我不知他话里的深意,直到那次情人节的约会。 向来低调的江东忽然一反常态,高调地与我约会。 高档餐厅,他手拿花束款款而来。 懒散的步调,灼灼的目光,吸引了很多女生侧目,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偷拍。 他眯了眼偷拍的人,勾唇一笑,拍好看一点。 说着俯身在我的唇上,印下辗转绵长的一吻。 我听见胸腔里有什么东西砰砰,砰砰地要溢出来。 启哄声中,他问那人要了照片,高调地发到朋友圈里。 我想,他终于要认真对待这一段开始得很荒谬的感情了吗? 然而做完这一切,他却有些心不在焉,面对我的欣喜和忐忑,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我,时不时地打开手机看一眼。 直到接到备注围的电话,他才呼得挺直了腰板,若有若无地向窗外望了一眼。 我让他有事先去忙,他却挂掉了电话,冲我宠溺地笑。 今天陪你最重要。 他说着,加了口菜亲密地喂我。 他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,他给我加的是摆盘用的生菜。 喂完又拿起餐巾给我擦嘴,而我的嘴角并没有脏。 一种不好的预感,油然而生。 果然,一系列亲密的举动之后,电话疯狂地轰炸起来。 一遍又一遍,江东露出为难地笑, 然后装作勉为其难地说公司有事要先走。 我笑着让他快去快回,他神色复杂地看我一眼,犹豫了几秒,还是迫不及待地转身离开了。 我鬼使神差地跟过去,看见不远处的楼下,站着一个漂亮姑娘。 那个角度,正好将我和江东在餐厅的举动尽收眼底。 一个念头刺激的我打了个寒战,江东这场高调的约会,该不是做给这个姑娘看的吧? 江东是跑着离开的,却在接近那个叫林哥的姑娘石蔓下来,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 他说他在约会,让林哥有什么话快说。 林哥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,问他为什么糟蹋自己。 他说,就算我不答应做你的女朋友,你也不能随便找个人糟蹋自己,你这样对得起在乎你的人吗? 江东沉默了两秒,他的沉默像是对我的宣判,宣判着我确实是那个随便找的人。 伴上,只听他恼羞成怒地说,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真的爱上他? 林哥苦笑了一下,爱是什么滋味你不清楚吗? 说着,一把扯过江东的衣领,贬起脚吻了上去。 深情霸道的一个吻,江东愣在原地。 紧一瞬,林哥便抽了身,兵荒马乱,这才是心动。 所以,江东,就算我没答应和你在一起,你也不能随便找个人糟蹋自己。 那一刻,我躲在柱子后面,无声痛哭。 那时我才知道,我不是冥冥之中的注定,我只是他随意找来刺激林哥的人。 他恨林哥左右摇摆,于是随机找上了我。 他在酒吧里选中了我,说我这样外表越冷地私下玩得越化。 他读我一定会在酒吧捡尸,而我真的将他捡了回来。 我在柱子后面,像个偷窥者一样,看着他们从激烈的争吵,到拥抱在一起热烈的亲吻。 他们像极了虐文男女主,而我只是个炮灰而已。 心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,我决定分手。 可不知是不是错觉,三年来因故也而压在胸口的窒息感,竟然少了许多。 那或许便是医生说的阶段吧。 那天江东很晚都没有回来,我翻看他朋友圈,那条秀恩爱的照片已经不见了。 再次见面是几天后。 江东风尘仆仆而来,像久别重逢一样,抱住我便低头吻了下来。 他闭着眼,像细细体味。 我想他应该再体味这个吻里有没有林哥说的兵荒马乱。 我推开了他,他慌乱地别开眼,眼里有心虚和茫然。 心口又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。 这一次我确定,心口的窒息感确实在消失。 即使他利用我在先,我将他荡成阶段药似乎也不为过。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,在我的纵容下,江东越发有恃无,恐。 他对我忽冷忽热,需要我时疯狂与我秀恩爱。 一旦达到刺激林哥的目的,便又对我冷落起来。 直到林哥再一次疏远他,他才会又想起我这个工具人。 而这一切,我只装作不知情,卑微小心地做着他忠实的追随者。 而他的朋友也都知道我是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替身, 阴阳怪气地说我是舔狗,甚至有时都忘了避讳我。 那时,江东也只是象征性地让他们少说两句。 他在不断地试探我的底线,发现我的纵容无底线时便对我少了很多尊重。 而我生生忍受着那些被背叛和戏耍的心痛,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完成着阶段。 我清楚地感受到,每一次江东顶着顾也的脸对我移植气使时, 我对顾也的眷恋便少上一分。 那个梦很少做了,胸口的窒息感也所剩无几。 我在用这种犯贱的方式不断地和江东和顾也告别。 我想,我马上要成功了。 那晚我再一次梦到顾也,顾也似有所觉一样跟我告别。 他说,好久不见呢,南希,你是不是快忘掉我了? 如果忘掉能让你快乐些,我没问题的。 梦里他的影子渐行渐远,脖梗上仍带着我用笛手滑出的血痕。 我泪流满面地醒来,心痛到无法呼吸,于是我自救班拨通了江东的电话。 他说好巧,正好要找我。 他说他的车在乡村公路上抛了毛,让我接他一下。 我毫不犹豫地出门,到那里才知道他是去老家接生病的林哥。 我还没开口,他便先发制人,让我不要曲解他们发小之间的互相关心。 不知是为了在我面前避嫌,还是为了继续刺激林哥,他选择坐在了我的副驾驶,把林哥一人扔在了后座上。 不巧的是,车刚驶上乡村公路,便和对象而来的失控拖拉机撞到了一起。 我想到了梦中故意离去的背影,心慌到不受控制地拼了命打转方向盘。 江东安然无恙。 我被安全气囊弹得满眼血红,困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。 恍惚中我听见江东撕心裂肺的喊声。 他喊的是林哥。 那一刻,我明显感受到,压在胸口的窒息感即将彻底消失,戒断马上成功。 可当我在医院醒来时,江东却双眼通红地和我提出了分手。 他看着我额头渗出血的绷带,抖着手说,本就是玩玩的,你怎么当了针? 我怕急了,我哭着求他,分手可以,但能不能再等等? 等我阶段成功就好啊。 我狼狈又卑微,引得周围的人窃窃私语。 江东眼里有不忍,却终究握紧了拳,落荒而逃。 我知道他怕了,我豁出命般地救他,他承受不起。 可他那样的顽固,也怕践踏了别人的真心吗? 也或许不是怕,是林哥受了伤,他想全心全意为自己争取一次吧。 总之,不管什么原因,我的阶段中断了,在马上要成功的时候。 我过了三个月战战兢兢的日子,总担心那块大石头再落下来。 然而他还是来了,再一次做完那个梦,骤然惊醒。 我将自己全在床上,抖着手点燃了支烟。 烟雾慢开,是梦里熟悉的味道,心口却愈发不受控制的纠痛。 江东的电话就是这时打进来的,像递过一根救命稻草。 低沉又带着些许委屈的声音猝不及防地传来,酒吧人都散了。 倩倩,你怎么还不接我回家? 那声音,与梦里的,一模一样。 我瞬间便湿了眼眶,强人哽咽细声问他在哪。 却听见话筒里爆出狂放的笑,很多人在笑。 刚刚的低沉和委屈消失无踪,江东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你他妈虎吧,我在玩真心话大冒险。 我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,悲伤的情绪被泼出了豁口,压在胸口的窒息感竟骤然减轻。 戒断药在三个月之后又开始起笑了。 于是试探着哽咽出声,你骂我什么都可以,只要你跟我回家。 哄笑声更大,江东的声音里难掩得意,听不懂话。 我他妈玩游戏呢,别没完没了,果然窒息感愈发微弱。 我起身碾灭了咽,告诉我你在哪,顾爷,让我再见你一面。 话筒那头顿时安静,片刻后,妈的,顾爷是谁? 随着江东的一声怒吼,话筒那边传来窃窃私语。 靠,他不是东哥舔狗吗?怎么喊别的男人名字? 东,哥你行不行?人家刚刚不会以为你是那个什么顾爷才答应接你的吧? 这局该算你输。 江东丢了面子,咬牙切齿骂我,别以为随便编出个人来我就能糊弄我,台阶给你放着了,地址也发你,半小时不到,复合的事别想再提。 我按照江东发来的地址,快速开车出门。 窒息感虽不像开始那么强烈,但如压在胸口的石头,仍让我十分难受。 我知道,江东丢掉的面子,待会儿定要加倍在我这里讨回。 他越过分,对我的戒断来说便越有利,或许这场凌辱将会是戒断的最后一剂猛药。 若是失败,便说明江东作为戒断药,已经产生了抗药性。 我该换药了。 酒吧里,热闹非凡。 大多数人熬着不走,都是想来看戏的。 来看江东如何羞辱喊错名字的舔狗。 我进门时,他们正看表掐时间。 我靠,真的没超过半小时啊,这是一路闯灯过来的吧。 东哥太牛逼了。 现在女的都这么肤浅吗? 真的只看脸吗? 这么耍他他还舔。 江东依旧已在昏暗的角落不说话,光影遮住了他半边脸,与顾也更像三分。 对视的瞬间,如溺水般的悲伤又慢慢浓上来。 或许是不自觉红了的眼眶取悦了江东,他勾起嘴角朝我笑。 然后拿起酒倒了满满三大杯,施舍般说道,都喝掉,我就原谅你。 说话间,他的脸便映照在灯光下。 这样一瞧,便真如顾也从梦里走出来一样。 我不知道他为何又回头找我,是和林哥又闹掰了,还是真心发现我的好了。 不过那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一次,窒息感几乎快要消失。 我嘴角的笑意瞬间引来嘲笑。 天哪,这是高兴的五胸口了吗? 东哥改天要不要传授一下迅速啊? 你这迅得也太听话了吧? 言语刻薄,却丝毫没有影响我激动的心情。 我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 第一杯,敬我自己,敬我死缠烂打,没有轻易放弃。 虚声一片,夹杂着小声的嘲讽,妈的,见不见啊,照之急来,悔之急去的。 江东人由他的朋友们对我冷嘲热讽,不但不说话,反而嘴角挂上几分得意。 我深吸一口气,感受到胸口的大石终于一开。 于是端起第二杯,直直地看向江东。 第二杯,敬江东,敬对我不假词色,不当人看的江东。 这一次,窃窃思语变成大声笑骂,妈的,太贱了,哈哈哈哈哈哈,还真有号这口的。 东哥,我先排个号,这个你玩腻了,千万别扔,兄弟也想感受一下。 江东微微皱了下眉,不悦地看了眼说话的人,却仍任由我将第二杯酒喝完。 胸口前所未有的轻松,彻底地轻松,像从未梦到过顾也那样轻松。 有些上头,我咧开嘴笑了,脚步也虚浮起来。 我抓过江东的手,放到面前仔细瞧着。 他的虎口细嫩光滑,应该确定是绝没有握过枪的。 翻转过来,小臂上一道浅浅的疤痕。 太浅了,摸起来手感不对,顾也那个要深一些。 周围太过躁,好像在说我太随便,缠江东身子缠封了。 江东也难得地连起了细血的神色,他轻声安抚我。 他说,你醉了南希,别急,我们现在回家。 说着起哄声里,他便起身来扶我。 我却一把按住了他,目光紧紧盯住他敞开的领口。 最后再确认一次,老娘便浴火重生了。 众人嫌弃,猎奇又暧昧的目光中,我缓缓掀开了江东的领口。 没错,锁骨上没有那颗痣。 也没有激光打掉的痕迹,江东倒吸了一口冷气,声音都阴雅了几分。 南希,不能在这里,口哨声中,我豁然开朗。 江东绝不是顾也。 作为阶段要来说,他也已经发挥了最大的功效,之后与我再无益处。 我猝然抽身,端起了第三杯酒。 江东终于面露不忍,抬手制止了我。 你不能再喝,你醉,醉字没说完。 便诧异地对上了我无比清明的目光。 我含笑看着他,这第三杯便用来祭奠你我短暂的孽缘吧。 酒杯倾斜,酒缓缓洒在江东脚下。 江东,你演得很像,不过终究不是我的顾也。 他惊怒的目光中,我松开手。 玻璃碎片飞溅起来,像碎了一场色彩斑斓的梦。 江东意识到顾也这个人可能真实存在时,脸色阴沉得吓人。 他摔了酒杯,一脚踹在起哄的人身上。 他说,南希,现在改口跟我服软,我他妈不跟你计较。 我扫了眼满地狼藉,冲他笑了。 别呀将少爷,不计较你就不像我的顾也了。 不过,我的顾也计较起来可不是摔酒杯,踹小弟这么低级。 他被惹急了也不吭声,摸枪上膛,末了还不忘加个消音器。 说着,我一手笔枪,描向他的脑袋。 砰! 江东额头青筋抱起,我最后看他一眼,笑着转身离开。 身后的嘈杂混乱在与我无关,我抹开脸上的泪。 再见了,顾也。 既然曾决绝地离开,那便无论如何,不该再来打扰。 那晚过后,我的生活重归平静。 顾也不再来我的梦里,无所事事时,难免怅然若失。 江东倒是通过别人给我传过话,那人说,从没见过东哥声那么大的气, 他可是挂了林哥的电话,决定跟你回家的。 只要你像以前一样,主动找他说个软话,你也就算熬出头了。 我直接将那人删除拉黑。 我确实熬出头了,每天不像心脚痛一样,工作起来都轻松很多。 恰巧剧团开始排练新的话剧,与我搭戏的是当红男演员盛景。 他来剧团磨练演技,剧团十分重视,不惜为他量身定制了新的剧本。 可拿到剧本的那一刻,我却浑身寒毛倒数。 那是一场生死虐恋,男女主不同阵营,经历了试探辽波,两人心理防线渐渐失守。 他们的真心被谎言掩盖,似真似假地在爱与欲之间沉沦。 最终抉择之际,男主率先朝着女人开了枪。 没错,枪里没有子弹。 女人的匕首划破了男人的脖梗,男人笑着认输。 下辈子,他说,下辈子你要带我回家。 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,悲伤像涨潮的海水,将我溺在其中。 这男主,是叫顾也吗?我喃喃问道,圣景就是这时进来的。 他从门外大步走进来,背着光,轮廓像香了层金边。 一群人拿着剧本边走边探讨着什么,他礼貌疏离地朝我点头示意, 然后自然地坐到我身边的沙发上。 顾也这名字不错,就用这个吧。 他说,那双桃花眼,仅一瞬短暂地注视,便让我生出些错觉。 仿佛他为我而来一样的错觉。 说完,他和另一边的导演专注地聊起来,直到他的助理送来果茶。 他边探讨着细节边随手拿了一杯放到我面前,仍像有默契一般。 我瞧着他与顾也完全不同的侧脸,渐渐恍神。 直到圣景略微低沉的声音传来,他和导演说,那就先试试戏吧,如果南希小姐没意见的话。 说着他转过头,询问的目光看着我。 我回过神,要试的是那场诀别时的亲热戏,导演想看我们搭戏张力如何。 戏再好,没有CP感也是不卖座,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。 只是,第一次见面就是亲热戏,难免尴尬。 导演贴心地清场,这件戏圣景例行公式地询问我尺度有没有问题。 我表示,剧本已经看过,可以接受。 圣景点头,然后开始抬手脱西装外套。 里面是一件黑色修身衬衫,勾勒出净瘦的腰身。 扣子被解开两颗,冷白的锁骨与沉黑的布料碰撞出魅人的景色。 圣景边解扣子边抬起了头。 猝不及防地,我被他眼中的炽热和决绝吓到。 传说中的戏疯子一个抬眼便入了戏,刚刚那个温文尔雅,周到疏离的翩翩公子早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戏里那个狂野不羁的亡命之徒。 他冰着我,一步步逼近,眼中狠立和绝望交替闪过,最终变为不甘,妥协般颓然地拥住我。 他将我翻转过身,按在墙上,从后面以拥抱的姿势搜着身。 没搜到凶器,便懊悔地一口咬在我的后颈上,我吃痛回头面颊便撞在他的唇上。 他顺势闭上眼,痛苦且毫无章法地胡乱吻下来。 头发,眉骨,鼻翼,最后狠狠地捉住唇角,我吃痛般发出声音,开口却是哽咽,顾也,要动手了吗? 我知道,若是按照梦里的场景,他的腔要抵在我的腰间了。 泪不受控制地滑下来,盛景却抬起了头,他专注且深情地望着我,拇指温柔地抹掉了我的泪珠。 去他妈的宿命,他说,边说边缴械般将自己的枪投入了浴缸。 枪沉入水底,盛景勾起唇角笑了,笑得释然而绝美,随后低下头,放纵而激烈地吻下来,吻得像没有明天一样。 这场诗戏,导演望了喊停,直到盛景促然抽身,别开头骂了他一句,他才如梦初醒般喝彩道。 好,好,很好,这情绪太好了。 只是,盛老师,你为什么要临时改剧本? 你不是该开枪吗?然后南西杀了你。 盛景恢复了温文尔雅的态度,递给我纸巾后开始整理衬衫。 半上,才声音阴雅地说道,男主那个死法,给人添堵。 我擦脸的手一顿,不可思议地望向他。 曾经无数个惊醒的夜晚,我也曾这样怨恨过。 怨恨顾也凭什么逼迫我杀了他,逼迫我背负愧疚,只是那样的怨恨都埋藏在深深的悲痛里,显得微不足道。 感知到我的目光,盛景回过头。 我说得对吗?南西小姐。 她悠悠地问。 我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,门口嘈杂的声音传来,江东目不可遏地快步闯进来。 作为我的前男友,工作人员并没有全力拦她。 她脸色吓人,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 你刚刚叫她顾也? 盛景正巧扣好了扣子。 顾也只是我演的一个戏多的家伙罢了。 她说着动作绅士地朝江东伸出手来,幸会,我叫盛景。 江东抓着我眉发,傲慢地没有理会盛景伸出的手。 盛景微微皱起眉头,手作全壮,轻敲了一下江东的手肘。 江东瞬间吃痛,拳起胳膊放开了我。 请你尊重,我的女主。 盛景说完,拇指抿过嘴角,擦掉了我残留在那里的口红印记。 江东目自欲裂,却坚持要和我谈一次。 他说他去咨询了我的心理医生,知道我得病了。 不知道医生怎么和他聊的,总之他理解的情况有些不大一样。 他以为我是因为对他爱而不得,才在梦里编造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,还给那人取名叫顾也,在梦里幻想着顾也对我死心塌地,爱得死去活来。 他以为我是因他而病,所以他眼里有愧疚,但更多的好像是得意。 他说,南希,我的错,我不知道会伤你这么深。 我探究地看着他,想不通他的脑回路哪里出了问题。 他貌似心疼地来拉我,之前你总在夜里抚摸我的脖子,原来是因为你梦到自己伤害了我。 南希,在我不知道的时候,你竟然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。 我躲开他的手,他善善道,你怨我,我知道,可当时你捡了我,我以为我们心照不宣,只是玩玩而已。 我没想到,你用情这么深,但凡你表现得脆弱一点,我无论如何,不会那样伤害你。 我盯着他的脸,有一瞬的恍惚。 我在想,我梦里的顾也,在我没梦到的时刻,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嘴脸。 这场梦幻般的虐恋,终于在我有所喘息后露出了他的霸。 江东继续自我攻略,南希,我的错,你为了我竟然用佩戏的演员来疗伤,叫他顾也。 我不该再辜负你,你别再赌气,我也不再怪你怎么样。 这是江东第一次对我放下姿态,说完他充满稀迹地看着我。 沉默片刻,我忽然笑出声来,江东的嘴角也不自觉地弯起来。 我却淡淡地开口,医生有没有跟你说,我什么时候开始梦到的顾也。 他有些茫然,那倒没说,说着露出心疼的表情。 不过,我们认识大半年了,你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这么痛苦。 他还沉浸在自我良好的感觉中,我慢条丝里地掉出手机就诊记录,举到他面前。 三年半,江东,我梦到顾也有三年半了。 顾也这王八蛋整整折磨我三年半了,幸好遇到你这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渣呀。 我盯住他的眼睛,一字一顿道,我用你,戒掉了他。 江东傻在那里,脸颊肉眼可见的战红。 先别生气,我平静地说,你知道的,你并没有吃什么亏。 大半年里,对我照之急来,挥之急去,一冒前悟我向来大方,并且还担当了他和他小青梅感情的催化剂,无论如何,他不亏的。 我帮他回忆清楚,我对他并无亏欠,然后告诉他,于情于理他都不该再找我,这一场互相利用也算好聚好散。 江东傻愣愣地站在那里,我走出老远,忽然听见他笑了。 轻声吃笑,再到大声狂放地笑。 像那天话筒里一样,妈的,嚣张又可怜。 之后的日子倒是清静许多,取代窒息感的是胸口空落落的感觉。 索性舞台剧正式开拍,那一点空落落的感觉被盛景那个戏风子搅得稀巴烂。 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改剧本,一场为虐而虐地虐恋情深,彻彻底底被他改成了勇敢追爱之后的一男品。 剧本前期的辽波试探,他更是不按剧本出牌,他说意料之外的碰撞,才能让南希小姐有促然心动的感觉。 他确实做到了,每一句他猝不及防冒出的台词都让我恍神,导演说那像极了触动。 我终于被顾也之外的人慢慢触动。 微红的脸颊,从胸腔传到耳骨的阵战,我像被盛景抓包的暗恋者。 被他随意控制和拿捏。 起初我被动地接受那些触动,后来圣景开始要得更多。 他说他也需要我给他那样猝不及防地撩拨,势均力敌,才能动人心魄。 于是我疑惑又认真地抬头看他,你这样是不是喜欢我? 他微微一愣,旋即笑开,你学得倒挺快。 于是我们便笑,导演有些发懵得虚道,你们饰演的还是来真的? 其实饰演的还是真的,我也不那么清楚,只是我看见盛景的耳阔在刚刚的一瞬,红了。 这样的状态萌生出一种叫荷尔蒙的东西,整日蔓延在剧场。 当我们渐渐将这种状态带到下宫之后时,再一次传来了江东的消息。 江东出了车祸,我得到消息时,他已经拆了绷带。 身上很多伤都无大碍,但据说伤到了脑子,他在医院里疯了似的要找我。 无奈我只能同意接听他的电话。 电话里他沉默良久,终于低雅的嗓音带着哽咽,好久不见那南西。 你是不是快忘掉我了? 如果忘掉能让你快乐些,我没问题的。 数月戒断,高高筑起的心房,在那一刻,轰然崩塌。 包吊在地上,我顾不得见,疯了似的向外跑。 盛景一把拉住我的手腕,眉头皱起来,这段戏还没完,接下来该你打破成规。 我微一晃神,却什么都无法思考,满脑子都在叫嚣,江东就是顾也。 江东就是顾也。 盛景终于没能留住我,我奔向医院,静止跑到江东的病床前。 他伤了的手腕已经拆掉绷带,那里蜿蜒着一道深深的伤口,这次和顾也的一模一样。 我掀开他的领口,锁骨上一颗小小的痣刚刚冒头,我跌坐在身后的椅子里。 正巧对上江东通红的一双眼。 他说,好久不见那南希。 仅这一句,我便确定,这句皮囊里装的是顾也。 他久久地注视着我,眼眶便湿了。 这是他经历了生死的久别重逢。 他眼中有失而复得的庆幸,更多的却是对曾经伤害的无限懊悔。 他说,南希,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,梦里我叫顾也。 他哀伤地看我,那其实不是梦,对吧? 当然不是梦。 心痛的感觉那么清晰,深切的爱意,即使藏在梦里,也刻骨铭心。 心口再一次传来密密麻麻的疼痛,那些午夜惊醒时对顾也的无限爱意又卷土重来。 来得毫无道理,却让人无法抗拒。 我想起自己挥起的匕首,想起顾也得逞的笑。 别忘了我呀,南希。 要带我回家呀,南希。 整整三年,眉着没落的思念,如今找到了落脚点。 我想,我就要冲过去拥抱我的顾也了。 拥抱那个宿命中的人,虽然仿佛总觉得不应该,但难以自持。 就是这时,盛景的电话打了进来。 南希小姐,今晚要不要和你的顾也先生来一次单独约会? 我的顾也先生,这个词出现时,脑海里有根弦被扰乱。 经过一个月的排练,听到顾也先生这个词时,脑海里最先冒出来的是盛景那句吐槽。 他常说,爱你的人,绝不舍得让你亲手杀了他。 话筒里声音仍在继续,南希小姐,今晚我想和你探讨一下最后的剧情, 怎么改动才能升华,冲破宿命感这个主题。 头脑渐渐清醒,我遏制住了拥抱顾也的冲动。 正对面,江东仍在呢南,南希,那不是梦,那是真的, 匕首划在井间很痛,但再痛也痛不过死别。 南希,我以为,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脑海里那一丝清明又被铺天盖地的窒息感湮灭。 两股力量不断拉扯着我,我用尽全力才没有对江东张开怀抱。 我想,我做对了。 因为下一刻,那个叫林哥的姑娘便冲了进来。 她带着哭腔一把抱住了江东,将脸埋进江东的怀里。 她显然吓坏了,她说她差点以为自己失去了她。 她懊恼不已,似乎终于在生死面前看清了自己的真心,她要带江东去领证结婚。 如一盆冷水兜头而下,我瞬间清醒。 话筒里适时传来盛景的吐槽,这样狗血的剧情,南希小姐怎么忍得了? 我整理了情绪,笑了,有什么真相呼之欲出,我答应了盛景的约会。 当我逃离江东的病房时,江东正冷眼对抗林哥。 音质的眼神,狠利的话语与从前的江东判若两人,变化十分突兀。 我趁机逃也似的离开,仍没躲过一波又一波没来由的情绪。 我勉励拨通盛景的电话,在她出现的那一刻迫不及待地勾上她的脖梗。 你说要探讨剧情,怎么探讨都可以吗? 她眼里有细碎的光,笑道,只要你愿意,奉陪到底。 于是我第一次主动吻了她。 我细细体味着那个闻所带来的感受。 心动是真实的,爱意是柔软的,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窒息感。 我的宿命似乎早就被人定好了。 结束那个吻,我抬头看圣景,你知道的,对吗? 她笑而不语,半赏只温柔地将我的头发别到耳后。 你的命运由不得别人做主。 若是作者呢? 我平静地问道,如果我说这世界是一本小说,你会不会相信? 圣景审视地瞧了我一会儿,脑子里都想的什么东西,你不会是招惹完我要以宿命论抛弃我吧? 我没从她眼中瞧出什么端倪,便恢复了狡黠的笑。 我可没招惹你,我们只是在探讨剧情。 我主动结束了那个话题,然而心中的疑虑却得到了解答。 我确定我对圣景动了心,却在见到顾也时仍然情不自禁,义无反顾。 这是不合理的。 我想,就像我以为的那样,我的命运确实由别人谱写。 他设定,顾也就是那个命定的人。 这个结论并不是突发奇想,从看心理医生那一刻,我便开始寻找缘由。 突然出现在梦里的人,由梦境延伸到现实的思念,这一切都反常。 直到戒断成功,我以为我逃离了无形之中的掌控。 然而,又出现了那个剧本。 它场景重现,逼着我不得不重温与顾也的虐恋情深,他想重新掌控我。 为了最后验证这一猜测,我告别圣景,去了寺庙,那个最近频繁出现在我耳边的寺庙。 那个得到高松,像顾一等在那里一样,主动问我是否为情所困。 我顺水推舟地让他给我做了催眠。 梦境延长,果然,我的前生里有顾也。 梦里所有的场景都在前世真实发生过,我们相爱却对立。 顾也经过痛苦的抉择决定将生的机会留给我,而我也在他死后不久郁郁而终。 这次催眠,所有的信息都在告诉我,如今的江东便是前世的顾也。 所有的苗头都叫嚣着,如今顾也觉醒了,我们该再续前缘了。 除了这些,我还看到了别的。 那是一些不曾出现过的场景,它们陈列在那里十分模糊,像是有什么原因将它们抹除了一样。 我试探着问那高僧,那些逐渐消失的画面,是我与江东本来该有的轨迹吗? 那些本来的设定,因着我的阶段行为没有发生,所以再被抹除。 高僧眼神躲闪,故作高深的淫道,不可说,不可说。 到此时,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? 纵使他不说我也早就猜到了。 我的人生是一部小说,或者是一部戏。 我的喜怒哀乐全凭作者一支笔。 我感激盛景的出现,他带着我质疑剧本,质疑顾也给人添堵的自杀行为。 他带着我用实际行动狠狠嘲弄了一番这狗屁的宿命感。 如今,一切明朗。 我想我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了。 这晚,江东不知被什么绊助,并没有再来找我。 我终于受到启发与导演连夜敲定了演出的最终版本。 第二天一早,江东带着伤出现在剧院门口。 摇摇的一眼,便有泪爬了满脸。 他憔悴又专注地望着我,似乎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, 所以便什么也不说。 我让同事给他送了一张最前排的票。 今天的第一场饰演,像特意安排的一样, 让我们在中逢的时刻一起重温来路的艰辛, 试图以此抵消江东之前对我的伤害。 演出开始时,江东一言不发地坐在台下, 看气质已经活脱脱变成了顾眼。 于是整场戏,那种悲伤绝望的情绪, 我都不是在演。 圣景吻我时,我不自觉地流泪。 圣景和我描述未来时, 我眼里没有憧憬,只有绝望。 圣景深深皱着眉头, 他试图像排练时一样, 给我安全感,带我冲破宿命。 然而一次次我的欲言又止中, 他终于也开始心事重重。 周围的同事震惊地发现, 我们戏里的发展与最原始的剧本一模一样。 后来费尽心思, 火花碰撞的改动完全没有呈现出来。 整场演出压抑的不像话。 到了最后时刻, 我眼中的绝望终于传染给圣景。 他从后面拥抱我, 亲密地搜身, 他有意忽略了我腰间藏着的匕首。 他咬我, 然后闭着眼杂乱无章地吻下来, 像要将这感觉牢牢地印在骨子里。 最热烈的时刻, 腰间底上一把手枪。 顾也, 终于要动手了吗? 砰, 枪声响起, 我回手划开了圣景的脖梗。 血涌出来, 圣景得逞地笑。 南希, 不要忘了我。 那一瞬间, 梦里戏里早已分不清, 我失声痛哭, 台下的江东也已经泪流满面。 我从他眼中读出笃定, 虽然悲伤, 却笃定。 看到我痛哭的他, 笃定地认为我仍深爱着他, 笃定地认为我们终将再续前世之缘。 那些属于我们共同的梦境, 让我们每一秒对视都像心照不宣。 心口的揪痛感, 差点让我自己也信了。 如果不是圣景忽然坐起来的话。 要死掉的圣景, 喃喃地说完, 别忘掉他之后, 忽然从地上坐了起来。 妈的,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, 这男主是不是他妈有病? 说着, 起身浮起了正在痛哭的我, 要死就他妈去自杀, 凭什么死了还让别人背负罪恶感? 这导演他妈谁呀, 不能干抓紧滚蛋, 戏没有结束, 这是我与导演早就商量好的最终版本。 一场戏中戏。 围观的同事兴奋地窃窃私语, 带头像沉浸在悲伤中的观众灌输新的利益。 是啊, 凭什么想死要借别人的手? 恶不恶心啊, 这不就是批这深情外衣的道德绑架吗? 还不让忘了他, 还带他回家? 怎么着, 这是为下辈子重逢做准备呗? 真够土的, 这年头为虐而虐狗都不演。 江东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, 强自镇定着细细打量我。 他想从我的表情中看出端倪。 我在盛景的搀扶下抬起了头, 看到盛景脖子上的伤口时, 嫌弃地让他快去擦掉。 盛景说, 是你沉迷这个破小说, 非要体会一下顾眼那样无私, 的爱, 我才会配合你演这一出戏, 怎么着现在就来嫌弃我了? 我拿纸巾擦着他伤口的颜料, 撇着嘴道, 不自己经历一次, 怎么知道活下来的那个才是最痛苦的。 按照剧本, 不但要一生背负愧疚, 还要下辈子补偿亏欠。 据说下辈子还要被他骂舔狗呼来喝去, 虐身虐心后, 男主才肯找回上辈子记忆, 然后救命之恩加持下女主忍着恶心, 和他重归于好。 说完我余光瞥见江东用手抓紧胸口, 隐忍克制下依然胸口起伏。 那种痛, 我知道的呀。 多少个午夜梦回, 他深深地折磨着我。 我还上盛景的脖子, 明明是他自己做的选择, 不为他们的爱情拼一次, 什么可能都还没尝试, 就去赴死了。 我强烈怀疑他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。 盛景冲我宠溺地笑, 什么自知之明? 我猜他可能本就知道自己不是女主的对手, 所以用了这卑劣的手段, 让女主赢了也要对他两世愧疚。 盛景不置可否地笑了。 这一句纯属胡周。 奈何我忍不住想将这多年的窝囊立刻还回去? 江东已经蜷缩在椅子上, 痛苦不堪, 肩膀垂下来, 轮廓都透着绝望。 心不痛是不可能的, 尤其是刚经过那场催眠, 将我与顾也的前世又重新经历一遍。 可既是要挣脱, 便要扒掉一层皮的。 戏的最后一幕, 盛景问我, 在经历这一切之后, 你还是觉得我对你的爱不如戏中的顾也吗? 我知道, 他若有所指, 他在替他自己问这个问题。 我深深地向台下看了一眼, 那样千丝万缕地牵绊, 那样宿命颁想, 不顾一切的奔赴感, 都让我难以启齿。 然而, 我不愿投降, 不愿向那个控制着我的命运, 却又不肯给我一点点怜悯地掌控着投降。 于是我抓住了盛景, 向我伸出的救命稻草。 我将自己心无旁骛地沉浸盛景的目光中, 那里盛满爱意, 那里藏着我真实的心动。 于是我坚定地开口, 狗屁地宿命, 不过是自我感动者的自欺欺人罢了。 我就追个剧, 你怎么还当真? 我就做个梦, 我不会把它当真。 盛景深情地拥住我。 落幕音乐响起, 里面有演员旁白的片段, 所谓的命定之人从不存在。 若是有, 勇敢的姑娘们, 那也是你们心之所向甘愿认定的。 这之中, 容不得半点委曲求全。 大幕落下, 我看见江东缓缓栽倒在第一排的长椅上。 然后彻底隔绝在大幕之外。 这场以女性心思考为话题的话剧, 第一场饰演大获成功。 我将与盛景巡回演出数十场。 那之后, 我再未见过江东。 我想, 我曾深爱过的顾也, 他至少是坚韧的。 他或迟或早会像我一样, 渐渐从那种不受控制中发现破绽。 同是被命运操控的人, 我真心地祝福他早日挣脱束缚。 彻底脱离顾也之后, 我的症状逐渐好转。 几乎可以确定, 我终于摆脱了那支操控我的笔。 最后一场巡演, 盛景终于正式和我表白。 不是在台上, 也不是在排练场。 私人场所, 他正式地脱离戏中的角色, 郑重地问我, 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。 又一次, 我在别人眼中看到了笃定。 几十场演出的默契, 无数场排练时的暧昧, 还有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, 让他清楚地知道, 我们互相为对方心动。 他坚定地看着我, 南希, 谢谢你冲破阻碍, 来到我身边。 戒指举在我面前, 他满怀期待, 我没有伸手。 抬起头, 淡淡地问道, 让我心甘情愿, 戴上你的求婚戒指, 这是你的攻略任务吗? 盛景震惊地待在当场, 戒指应声而落。 对无数角色轻易拿捏的戏疯子, 难得地露出慌乱的表情。 好一会儿, 才缓过神来, 然后自嘲地笑了。 他说, 也对, 能挣脱宿命的女主, 怎么会瞧不出我的把戏? 我没有说话, 其实我并没有很早就知道他是攻略者。 起初我只怀疑他和顾爷有关, 看着他, 不断强调挣脱宿命, 我以为他是冥冥之中的救赎, 直到江东觉醒。 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恐慌, 那恐慌并不像要失去爱人的恐慌, 于是在知道这是一本小说后, 有了这样大胆的猜测, 也仅仅是猜测而已。 刚刚的笃定, 也不过是带着三分试探, 而他给了我最坏的答案, 室内静谧无比, 失去粉饰的亲密关系, 看起来脆弱又虚伪。 过往的甜蜜瞬间, 一股脑涌出来拍打着圣景的脸。 他燃了一支烟, 烟雾熏得他皱起眉眯啄眼, 像要熏出泪来。 我率先打破沉默, 攻略成功, 会怎么样? 他隔着烟雾久久地注视我, 会离开, 回到我的世界里。 圣景该是有些怕的, 谁不想回家呢? 他只差一步就成功了, 他一定怕我不成全他。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戒指, 细细打亮了一番, 贴着皮肤的地方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, 他用了新的。 甚至没有我的尺寸, 他也能买得正好合适。 我将它套在手指上, 圣景的泪便落下来。 他装作被烟呛到, 猛地用咳嗽来演示。 不用愧疚, 我笑着滑掉夹边的泪, 我们各取索取而已。 圣景不解地看我。 既然他是攻略者, 那么我想他早该知道, 当时心理医生给了我两个方案。 一个是通过江东戒断, 另一个是移情别恋。 圣景也只是我的另一服药而已。 从我看到剧本, 然后遇到他的那一刻, 我便对他有所怀疑, 既然送到手边, 没有不用的道理。 圣景一点就透, 沉默了一会儿, 雾蒂笑了。 呵呵两声, 接着猛地吸了一口烟, 大笑起来。 我也笑, 他端起了旁边的红酒杯, 我和他碰在一起。 合作愉快啊, 我的南希小姐, 特别愉快, 我的顾叶先生。 我们愉快地泪流满面, 最后一场演出, 完美谢幕。 圣景在台上久久地抱着我, 不肯松手。 这次真的再见了, 我的顾叶先生。 放心地离开, 我不会有事, 你和江东, 我谁都不爱。 我不会去爱宿命的安排, 更不会像棋子一样, 去爱直棋的玩家, 纵使是救赎我也不甘不愿。 脱了层皮般挣脱宿命, 就是想要我的爱, 只是因爱而爱, 不为其他。 圣景最终放开了手, 转身鞠躬谢幕。 而我, 经历了两场被动的刻骨铭心, 终于拥有了自由去爱的权利。